dragging the drip my pleasure gesagt 快要过年了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道年味菜 这是我们的客家年味ater 准备梅菜干 先泡一下 现在把它清洗干净 洗净的梅干菜 挤干水分切碎 切好放入大碗 准备一块梅花药切小块 梅花药比较嫩滑 比较香 切好放入打肉机上 把它打到肉末 打好一起加到碗中 准备一点姜葱切碎 姜葱碎挤出汁到碗中 再加入点胡椒粉 蚝油 生抽 适量的盐 一个鸡蛋 小半碗浓稠一点的水淀粉 把它充分搅拌均匀 充分搅拌好后 用手把它摔打一下 让它排空上劲 摔打好了 我们现在来把它做成大小均匀的丸子 那就可以了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油 把油烧至六成热 油热后放入我们捏好的丸子 把它炸一下 调从小火炸五分钟 慢慢把它翻动一下 炸了有五分钟了 调从大火炸多半分钟 好了把它捞起来 一干油分 一干油后倒入碟中 把它摆好 锅中烧水 把丸子放进去 盖上锅盖蒸二十分钟 盖上锅盖蒸二十分钟 盖上锅盖盖 加入一勺淀粉 来点蚝油 少许生抽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好了时间到 把丸子端出来 撒上点葱丝 锅中下少许油 倒入调好的料汁 把它煮至浓稠 这样就可以了 浇到丸子上 这道客家梅菜丸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幼稚嫩滑的口感加上梅菜干的香味 好吃不腻又解馋